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我會帶給大家很多新的訊息 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首先要先來介紹一個網站給大家 這個網站能幫助大家分析 並預測自己島上的天氣狀況 包含什麼時候會有流星雨 什麼時候會有彩虹 什麼時候會有極光等等 那這次消息來源 我是先從一位日本實況主 Ponsuke的影片介紹中看到的 原始的來源是一位國外的玩家破解遊戲 並製作了網站公佈在推特上的 兩位的連結我都會貼在資訊欄 而網站都是寫英文的 那怕大家不知道怎麼操作 我這邊就來簡單教學一下 雖然我自己英文也沒很好就是啊 那我們進到網頁後 首先先點擊上方的seed 這時我們會看到它有一張天氣圖 待會我們會用到這張天氣圖來參考輸入資料 那我們先繼續往下拉 往下拉到Step1 然後它會要我們輸入我們的資訊 那到這邊我們會先看到兩個選項 就是要我們先選我們的島是在北半球 或者是南半球 像我的島是在北半球我就先選第一個 接下來就要輸入我們島上的天氣了 也是最麻煩的地方 它的畫面會有個日期欄位 我們只要選擇當天的日期 再選擇旁邊的add type 點了之後就會出現兩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代表島上的時間 第二個欄位是代表該時間的天氣狀況 那我們在觀察島上天氣時 最好是在整點的時間輸入資料才會比較準確 因為同一個小時會因為時間的經過 可能從好天氣慢慢變成壞天氣 判斷錯了它可能就會預測不準 另外要如何判斷島上的天氣 就可以參考剛剛有提到的那一張圖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一天輸入多個時段 只會幫助到搜尋結果更精確 但是要抓到整體的天氣資料 還是要輸入不同天的資料 所以大家不要傻傻的在同一天 輸入24小時的天氣 它是有幫助的 但是這個幫助比較不大 分天來輸入會比較好讓系統抓到喔 那輸入的資料越多 它的預報就會越準確 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嫌麻煩 一開始就先多輸入幾筆 如果島上有特殊天氣現象的話 也可以勾選這一欄 第一欄是不確定 第二欄是島上有人新雨或復刻來訪 第三欄是島上出現彩虹 第四欄是以上皆飛 那如果不確定自己島上有什麼的時候 就全部選第一個 它系統判斷才會比較不失準 輸入完畢後我們就可以點選Step2 我們就會獲得島上的天氣代碼 如果它跳不出來的話 就表示輸入的資料太少了 它無法判斷 那我們就要再多輸入幾筆 也有可能輸入後會出現好幾筆代碼 這有可能是輸入的資料不夠多 它就會把有可能的代碼都列了出來 所以我前面有說到一開始就先不要怕麻煩 資料多輸入一點吧 得到代碼後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島上的天氣預報 什麼時候會有流行雨 什麼時候會有好看的彩虹 正在冬季的南半島 也可以知道哪天可以看得到極光 可以不用再怕明明有流行雨 可是西施惠卻不報道了 那這方法我們可以利用調時間 快速的獲得資料 不想調時間的也可以隨時 把島上的情況記錄在網頁上 它網頁上有這樣一行字 說我們輸入的資料會被瀏覽器記錄 我們只要再回到這個網頁 再輸入新的就可以了 想要清除資料的話 就點選旁邊的reset按鈕吧 接下來我會分享一下我的做法 我是從7月5號開始一天一天的後退 不用前進的方式是因為 我想要省略掉西施惠的廣播 後退之後記錄每一天的早上6點 以及中午12點的天氣 一直退到6月的23號左右 我就得到了我的代碼了 獲得代碼後 我們就可以將它記錄存在網頁中 下次再打開 我們就可以從上面的欄位切換 看最近的天氣預報 以及未來一個月甚至一年的天氣動向 另外之前我有一篇 關於送禮拿照片的教學影片 教大家把聖箱包包塞滿後送禮物給動物居民們 隔天就能從信箱中拿到禮物 有觀眾留言告訴我說 這次更新後 動物們不會再給零錢了 是不是我們就不用把包包塞滿了呢 那現在我就來實測這個部分 我先準備了30顆水蜜桃當作3天份的禮物 準備派送給島上的10位島民 接著我就開始往後3天 3天10位島民都沒送零錢就算實驗成功了吧 送完30份禮物了 那的確是不會再收到零錢 我們不用再把包包塞滿了 但是如果是想要用我這支影片 拿重複照片的話 還是要把聖箱給塞滿喔 因為你只要入手照片的瞬間 就要開始計算那64次了 接下來想問大家在這次更新後 有沒有發現 與動物們的對話內容有新增了呢 對於很愛跟動物們尬聊的玩家來說 這真的是一大福音喔 我也希望官方會不定期的繼續增加對話內容 下一則新聞 有國外的玩家發現在這次更新後 到島上拜法的NPC們 終於會輪流過來了 也就是9隻NPC們一定會輪流來過一次再換下一輪 有一個保底的概念 不會像之前大家都在抱怨 怎麼狐狸都不來啊 旅遊好難遇之類的情況了 超佛心的改動 還有上次補蟲大會時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週六的補蟲大會時 KK從固定的週六表演 提早變成週五表演了 那這次的更新也改動了這個部分 如果週六有活動的話 KK就會從原本的提早一天 改動成延後一天變成週日上島演唱啦 這樣他就不會佔掉我們週五NPC來的名額了 這也是神改動啊 另外上次我做了一集去南半島 拜訪朋友島上的影片 我有收到蠻多留言 希望我也去他們島上 為此我有新創立了一個新的IG帳號 我會把ID貼在說明欄 或者大家可以掃描一下這張圖 那請想要投稿的人 附上五張以上島上不同的景點截圖 傳到我的IG 我會用我個人偏見的標準去挑選我覺得很幫得到 會在IG上跟島主聯絡並前去拜訪 還有會拍成影片給大家看喔 等大家投稿喔 最後一則是來自我想跟大家說的話 非常感謝所有有看我影片的各位 讓我的訂閱數在這短短一個多月裡面 從原本只有200人的小頻道 現在突然變成要2000人了 那我也非常謝謝每個在影片下面留言的觀眾 讓我知道我做的影片是有人在看的 那我會繼續努力產出新的影片給大家看啊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